我们都知道师父救度众生主要靠的是法身 师父也非常辛苦 都说白天肉身救人 晚上法身出去救人 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是特别准确 应该是师父的法身24小时都不停地在救人 就单单人到24小时时区上都有我们的佛友 那像佛子天地由中描述师父 法身经常去心灵净土和菩萨们一起开会 那我用排除法的话 师父也就算上晚上的元神还有空 那是不是师父晚上是用元神去六大五爱跟菩萨开会的呢 当然元神啊 元神不得了 元神实际上就是法身呀 啥姑娘 就是他的能量更大一点吗 那当然 比法身 那当然了 能量你修得好能量就大 你修得不好能量就小呀 哦 是是是 师父这个能量真的是不得了了 你要是 你要是不是我的能量 菩萨的能量你才不得了呢 哦 那那师父是不是师父的法身是在六道中各个的不同的道中间救度众生 可以 那你功德越大你随便哪个道跑 所以我问你大菩萨为什么哪个道都能跑了 就这样 对对 那是不是去了六道外就是要靠元神去了呢 因为这样能量大才能上去呢 六道外我告诉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你修得特别特别的精进 特别特别的有力量 你才会上得去 哦 所以人家说 啊 这个修出啊 这个不在五行中 啊 修出六道不在五行中了 那这个能量大的不得了了 听得懂吗 你进阶可以随处跑 为什么很多人还没走的 他就会全全全宇宙空间这么走啊 他已经精神上已经修出六道了呀 听不懂啊 啊 那其实这样六道内全年无修 发生救度已经是做到了牵手牵眼了 这个 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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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 对啊 好 坏 感谢观看